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开箱试吃一款超级便宜的酱香驴肉 对 一共120克就是这款驴胶宝 Up主在群里买的9.9包邮 我感觉是相当的便宜了 因为这是驴肉嘛 应该会比普通的猪肉或者牛肉还要贵吧 毕竟物以稀为贵嘛 120克一共就4等6 7一共7小袋驴小宝驴肉 这个包装还挺好的 都是真空的直接开吃了 挺大一头的 你看 真的很大了 闻一闻挺香的是那种酱香味 很不错真的挺好吃的 它这个驴肉非常的松软 吃在嘴里挺香的 很多呢这种酱香的味道 就是纯酱香的应该不含辣椒吧 或者说有很少很少的一种辣味 它这个肉确实和猪肉和牛肉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咸味不是特别重 它还是比较还原那种肉质本来的那种味道 真的是入口化渣的感觉 非常的松软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松软的感觉 不太喜欢硬的 一个接一个完全停不下来 它这个分量还是真的挺扎实的 很实在一大坨这种纯肉 这个驴肉它的那种肥肉和那种筋都特别的少 拿一个盘子给它装一下 那主以前从来没有吃过驴肉 你们吃过吗 看就是这个样子了 它煮的特别的松软 这块这块肉特别大 这个驴肉我发现它没有 有些那种成品素食那种肉类 它外面有一种那种胶重的东西 感觉是比较新鲜的 直接用手拉也不讲究那么多了 这才是生活嘛对吧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真男人就应该手抓肉 羊炮才用筷子 你们说对不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想要上车的小伙伴 就可以加一下我们的QQ群 拜拜 观众老爷们 一定要记得投币点赞 关注哦